林昌作委員今天宣布 我祝福他跟他的家人一切安好 但是因為上一次在討論到中正萬華選舉的時候 當時我就有說過 因為林昌作既然是我們民進黨 我們的友軍大家同樣是綠色陣營 其實他的參選對於賴清德競竹2024總統 是很大的幫助 所以我當時就宣布 如果林昌作參選我絕對不會在萬華中正來選 上次已經說了 而且就做了這樣的決定 上次說了以後也陸續有一些我們綠色的朋友 他們也都有表示了打算在這邊參選 所以既然我已經說了 而且也有其他同志 也因為我這麼講了 他們也開始打算在這邊經營要參選 所以這樣我更不能因為林昌作委員今天說不選 那我就繼續來這裡選 這是不對的 我說過的話 我必須負責 所以我一定不會在中正萬華去參選 謝謝 那議員想問一下 那所以你現在看起來外界都認為 你如果出來的話 你的勝算是最高的 不敢 我不敢 謝謝 謝謝大家的支持 但是 但是我說過的話 我要負責 不能 因為中途有什麼變卦 因為可是現在好像傳出說 就是黨那邊是希望你來選 中山跟北松山這一塊 那您自己這邊的意願 中山北松山前兩次立委的選舉 我是全心全力的支持吳怡農 因為吳怡農 確實是一位非常優秀的青年才俊 那這一次他補選雖然輸了 但是我有立刻鼓勵他 我也跟我的支持者說 這一次吳怡農補選選輸了 他是非戰之罪 因為補選剛好延續了2022 我們民進黨地方敗選 那樣子的氣氛之氛圍之下 當然吳怡農他非常在初選 在這一次的補選過程 他是蠻吃虧的 氣勢上就吃虧了 所以非戰之罪 所以我鼓勵吳怡農 繼續在中山北松山繼續耕耘 那我跟我們在地的好幾位議員 我們也都會繼續支持他 所以在先前他選輸之後 這些尾牙、春久地方的行程 吳怡農也都有來參與 所以他對地方的基層的耕耘 其實他是有相當的努力 那我到現在為止 我都還是非常熱烈的 期望吳怡農能夠來參選 2024中山北松山的立委 我同樣會支持他 我們在地的每一位議員 也都會支持他 那所以既然前兩次我都支持他的 那再來這一次我也是支持他 所以不能說我自己當美人 那自己做上花椒 這個很奇怪嘛 所以不可能說媒婆去做花椒 那不能這樣子做 這是基本的 最起碼的基本的為人處事的道理 所以我在中山北松山 我還是一樣 我熱烈期盼吳怡農能夠繼續參選 他當下這個重責大任 最頂級的家常好滋味 海皇頂級冷壓車站麻油漿 嚴選傳承三代頂級黑麻油 及台東小楊器座高品質老漿 四季滋補 用料實在 簡單一吃 零廚藝便能料理不失手啊